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紫蘭卓的頻道 那說到紮衣服這回事呢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跟過去的我一樣 明明就已經看了很多紮衣服的教學影片 每次都照著裡面的步驟去做 但卻每一次都 紮不好 其實紮衣服的方法大家早就學會了 但是在紮衣服的路上遇到的各種問題 卻沒有一個完整詳細的解決方法 所以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就在IG上統整出了大家關於 紮衣服最想知道的事 還有最常碰到的問題 包含怎麼紮衣服 如何挑選適合的上衣跟褲子等等 而今天影片除了介紹兩種紮衣服的方法之外 我還會再分享三個原因 為什麼你紮衣服總是怪怪的 在影片的最後也有關於紮衣服的各種Q&A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可以幫我在影片底下按個讚喔 那在紮衣服的教學之前 先給大家打一個預防針 就是今天介紹的內容 只能算是一個大方向的指引 而不是在穿搭上必須遵守的規則 如果你不用這些方法就可以穿得很好看 那恭喜你 如果這些紮衣服的問題已經困擾你很久了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首先紮衣服的方法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把全部的衣服都紮進去的全紮法 那另外一種呢 則是紮前面不紮後面的半紮法 全紮法算是比較常見也比較傳統的方法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把上衣的下擺全部紮進褲子裡 這時候應該會出現上衣被褲子勒住的感覺 看起來會不太自然 所以第二步呢就可以再往上伸一個懶腰 把露出來的上衣稍微整理一下 讓上衣大概蓋住褲頭就可以了 至於第二種半紮法 顧名思義就是紮紮一半 也就是前面 那後面的部分則是拉出來不紮進去了 這一種紮法呢算是近年來比較流行的一種方式 在視覺上可以顯得比較隨性接頭一點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把前面的衣服先給紮進去 一般褲子上拿來細皮帶這個圈圈叫做酷兒 那你紮衣服的範圍呢就可以是在酷兒往外一點點 記得要在褲子的左右側各留下一點空間 接下來就和全紮法一樣 第二步就是往上伸一個懶腰 然後再整理一下衣服的下擺就可以了 這時候轉到側面就會呈現一個漂亮的補線 不過我覺得紮衣服這件事呢就跟煮飯很像 就算你準備了一樣的食材 照著一樣的食譜 常常煮出來的東西還是跟想像中差很多 所以接下來我就統整出了三個原因 為什麼你紮衣服還是怪怪的 首先第一個紮衣服的NG點應該是所有人都有碰過的問題 那就是衣服很容易從側面跑出來 很多人在嘗試紮衣服的時候都會遇到在腰部的左右兩側 會有一坨衣服堆在那邊的不自然感 就連我自己也是被這個問題困擾很久 後來我研究之後發現 其實這個問題主要分成兩個核心的重點 那就是衣服太寬 還有衣服材質太軟 當衣服的寬度超過你的腰太多的時候 就會讓多餘的布料堆積在腰部的兩側 而如果衣服的材質太軟 又會讓這些布料看起來不俐落沒有精神 雖然這些問題很常見 但好消息是 這些問題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解決方法 這邊我整理出了五個方法來解決衣服堆積的問題 首先方法一就是選用合身一點的上衣 當衣服的胸寬變小 就不會有多餘的布料堆積在左右兩側 那如果你喜歡比較寬一點的上衣 也可以用第二個方法 那就是從全紮法改成半紮法 讓衣服左右跟後方的下擺可以自然的垂下來 再來方法三 在冬天比較冷的時候 也可以在紮衣服之外再加上一件外套 把左右多餘的衣服蓋住的同時 在正面也可以露出你的腰線 接著第四種方法 如果你的衣服只是稍微寬一點的話 那也可以抓住衣服的左右兩側 往內折一捲再塞進褲子裡面 如果你的衣服是比較柔軟比較薄的面料 那在側面呢 就更容易呈現這種柔軟垂墜的感覺 所以第五個方法 就可以選用比較硬挺材質的上衣 在側面讓上衣呈現直上直下的視覺感 那第二個紮衣服容易NG的點 就是你的穿搭過分的強調腰線 換句話說就是你的穿搭除了紮衣服之外 沒有其他的點綴 我相信大部分人紮衣服的動機 並不是單純想要紮衣服這個動作 而是想要看起來更高看起來更瘦 讓整體的穿搭有更好的比例 像我之前的影片有提到 把飾品配件融入你的穿搭理念 也是一個可以拉長身高比例的技巧 像是項鍊包包跟手錶 都是我很常用到的穿搭配件 那上禮拜我都有收到這一支 來自Nogreen的手錶 Nogreen是一個來自丹麥的手錶品牌 對於頻道老觀眾來說也算是蠻熟悉的啦 那穿搭新手在紮衣服的時候 常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穿搭只有一件上衣 紮進一件褲子裡面 而沒有其他單品來增加全身穿搭神絲感 這時候反而就容易讓視覺重心 集中在你的腰線上 如果你的衣服又紮得不好 就會影響整體的視覺感 所以適時加入像是項鍊包包還有手錶這些配件 除了可以讓你穿搭變得豐富之外 也因為身上的元素比較多 讓別人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 就不會把目光集中在你的腰線上 但紮衣服的俐落感 還是可以達成顯高顯瘦的加分效果 那在各種配件裡面 我覺得手錶就是很適合推薦給穿搭新手 同時具有功能性跟搭配性的單品 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這一支Nogreen的Pioneer 原本以為他們家的錶款都是比較偏向簡約成熟的設計 但這次用這款簡約的Philosopher 搭配均綠色的尼龍錶帶之後 反而呈現出一種軍事風跟粗曠的感覺 剛好就很適合現在秋冬流行的美式復古穿搭 剛好最近Nogreen的官網有雙十二的活動 所以我的折扣碼最低可以有六五折的優惠 有興趣可以點下面的連結了解一下 好我們回到重點 其實包含我在內 很多人不敢嘗試紮衣服的原因 是因為紮衣服對他們日常的生活來說太過刻意了 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你的穿搭過分強調腰線 而解決方法就是加上飾品配件 或是加上更多的穿搭單品 讓全身的層次變多之後就可以分散這種刻意感 這樣就可以讓你的紮衣服從刻意的好看變成自然的好看 接著第三個紮衣服容易NG的點 就是你的褲擋長度不合比例 如果上衣的問題解決之後 還是覺得紮衣服的比例哪裡怪怪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褲子的問題了 這邊就拿實際的照片出來對比好了 雖然一樣都是紮衣服 但應該第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褲擋對於紮衣服的比例有多重要了吧 而大部分的褲子根據褲擋的長度 可以分成低腰、中腰跟高腰 雖然高腰的褲子確實可以先腿長 像是近幾年女生的牛仔褲都是流行比較高腰的款式 但對大部分男生來說 高腰的褲擋設計會呈現復古的感覺 算是造型感很強的單品 而復古一旦沒有處理好的話 就容易變得老氣了 至於解決方法呢 我會建議男生如果要紮衣服的話 盡量挑選中腰到低腰的款式 尤其因為最近流行的寬鬆穿搭 很多的寬褲為了配合上半身的衣裳 他們的褲擋都會做得特別的長 這類的褲子就比較適合把衣服放下來 而不太適合把衣服紮進去 不然胯下那個部分就會看起來朗朗的 而最簡單的判斷方式就是你的 肚臍 因為每條褲子的版型不一樣 我會在紮衣服的時候 讓褲頭大約落在肚臍附近 但在肚臍以下的位置 如果褲頭拉起來跑到肚臍以上 那就是屬於褲擋比較長的高腰褲型 這種褲子雖然不是不能穿 但在搭配上就要特別注意 跟其他單柄搭配上的細節 才不會顯得特別突兀 簡單來說就是高腰的褲款比較吃技巧 但低腰跟中腰算是比較安全 適合拿來紮衣服的褲子 那在講完紮衣服的細節之後 接下來就來回答大家在愛律上遇到的各種問題 紮衣服容易跑出來怎麼辦 如果容易跑出來的話 通常是你的衣長太短 或是你的褲子腰圍太寬了 這時候我會建議你可以細皮帶 或是你買一件比較長一點的上衣 怎麼有垂墜感上半身又不堆積的紮法 那這個問題其實就回到第一個細節 最主要的兩個重點就是衣服太寬或是材質太軟 那就可以把影片往前複習那五個解決方法 身材胖應該怎麼紮衣服 如果你是選擇比較低腰的褲款的話 反而會讓你的肚子看起來更大 所以這時候我反而會建議你挑選中腰或是高腰的款式 然後挑選深色的褲子 這樣就可以比較有效的藏住你紮衣服肚子這一塊 但必須說如果你對你的身材不滿意 也是可以嘗試透過運動的方式來改善自己的身形 這樣子你會更有自信也有更多的本錢去嘗試更多不同的穿搭 紮衣服一定要細皮帶嗎? 其實我覺得不一定 不過有一個重點就是比起那種鬆緊帶或是抽繩設計的腰部 我會推薦大家買這種可以細皮帶的褲子 看起來帶腰部會比較整齊一點 褲子的腰比較大 紮進去就會看到腰那邊有很多褲子的皺褶 如果細皮帶的話 這個就沒辦法買一條比較合身一點的褲子 或是拿去給裁縫阿姨趕一下吧 想了解適合跟不適合紮的衣服跟褲子 還有適合跟不適合紮衣服的身材 那我覺得大部分的上衣其實只要長度夠的話 都是適合紮衣服的 至於褲子就是剛才講到的 褲擋長度會決定它紮起來的比例好不好看 另外我覺得大部分的身材其實都可以嘗試看看紮衣服的 只是有一種身材就是你的頭比較大的話 那紮衣服會建議真的不要選高腰的 我個人覺得頭的大小比例其實會跟你的上半身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你選了比較高腰的褲子 讓上半身縮得很短的話 反而會讓你的頭看起來更大一顆 有些人可能很喜歡這種風格 但我自己是覺得沒有那麼的好看 好 那以上就是根據我多年經驗 整理出來的兩個紮衣服技巧 跟三個重要小細節 還有各種疑難雜證 最後還是要強調一下 以上介紹的都只是一個大方向的指引 而不是穿搭必須要遵守的規則 希望可以在穿搭新手碰到困難的時候 有一個初步的解決方案 如果對於紮衣服你還有更多想知道的內容 你的問題也有可能是其他人想知道的 所以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我會盡量回答你 最後別忘了按讚訂閱 在影片的右上角可以找到IG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啦 Bye